从我们大院楼出来 反正这个大门到这边的话 差不多20米不到吧 10多米这个距离 冬天夏天的话 你说卫生如果 那个处理的不及时的话 你可能厚位可能特别多的 就要是距离太近了 你说你照在一个屁屁的地方 那还可以的 建这种垃圾房也是一种好事情 就是反正垃圾分类的 但是说建在我们这种业主 就有点反感的这种地方 陈先生住在绍兴尚宇的 春江花城小区 目前他们这幢单元楼附近 设置了多个垃圾桶 说是以后这些垃圾桶都会取消 陈先生所说的垃圾房 要建在单元楼附近的绿地中 这块绿地和单元楼 隔着一条小区道路 从楼上看下去 这个准备建设的垃圾房旁边 是物业用房 草地已经挖开了较大区域 物业用房的另一侧 也有一个垃圾房 地面已经铺设好了 现在物业的西边 已经建了一个了 然后现在又在物业东边 这么近距离又建一个 就是感觉好像没必要那么多了 陈先生表示 垃圾房建设前工事过 当时他没注意到 电梯的话也是我们也 不太会去注意的 有些因为那种电梯广告太多了 就是贴这里贴上那里贴上 就不太会去关注的 这份工事还贴在电梯里 上面的时间是2月13号 其中提到 为进一步推进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现将有一亿的点位重新选址 予以公示 此外还附了两个点位的照片 就在物业用房的两侧 记者在小区里走了一圈 发现有的垃圾房已经建好 上面写着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点 投放垃圾的位置也有盖板 这个垃圾房和旁边单元楼的距离 比陈先生家附近的那个还要紧 来到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经理不在 电话也不方便给 那么下次再来哥哥 下次再来 不要回南国了 能不能或者 其他人负责 就他们门口垃圾房这个事情 居民有想见的 垃圾房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弄的 是那个社区让我们弄的 因为以后这个垃圾重来 那个取消掉的 包括一维会也好 5月1号 到那时都统一到县上都去看过 整个小区是四个垃圾房 现在有两个建好 它有标准的 两百户到三百户是一个 我们这里有八百多户人家 我们也是为居民考虑 比如说年纪大的 下雨天 下雪天 你路远了 都都不方便 下一步 我们大家工作也在做一下 尽量争取老百姓的理解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